这一站我自驾来到了新疆招书 初秋的九月雨后晴朗的天气 远处连绵不绝的雪山 收割后的青棵田一片金黄 整齐的排列着 招书是新疆唯一没有荒漠的县城 在这海拔两千多米的地方 一座座五颜六色的房子 让人仿佛自身童话小城 骑马结交新朋友一起吃烤串 两块钱一串的烤肉串再配上囊 让人大饱口福 招书是一个难得的休闲旅游之地 这里群山环抱空气湿润 不仅有文明中国的天马 还有新疆现存最完整的一座 藏传佛教寺院圣佑庙 更有风景绝美的夏特古道 汉氏和亲第一人细菌公主墓 我终于找到加油站了 第一个去的是佳琪站 排了老城的队 第二个加油站去了 结果在修路就不去 第三个加油站去了 92号没有 92号有没有 想看满油吗 有有有 喝不下 这两天涨了一瓦二 六块八瓦二 前几天六块七 加满油 我的心终于放下来了 踏实了 因为前两天才经历了快没油的那种状态 所以敬意油性 今天我必须一定要把油加满的才上路了 我现在是要出发去下坛 从招书过去的话 七十五米左右 开车一个小时多一些 招书属于伊犁哈萨克自治州 来到这里 我最大的感受就是舒服 这里的风景和建筑 都充满了小资浪漫的情调 看看这就是下坛的初秋 我两边的树叶开始变黄了 这个地方呢 就是新疆招书县夏特乡 夏塔景区 现在这个季节来这边呢 游客是非常少的 看看身后的停车场就知道了 然后那边停车场还有很多位置都是空的 这个地方呢 夏天七八月的时候 游客是非常多 因为风景超美 这个不能开车进去 买门票 坐区间车进去 门票加区间车 一共八十块钱 在这边等车哈 这个车是十五分钟一趟 这个车马上要走了 进入景区之后 坐区间车到中边 还有二十八公里 距离不短 这个景区到冬天也会开吗 冬天不开 我震度好闲哦 越来越窄了 这就是第一个小景点 神龟石 这个水好轻啊 前面那个就是乌龟的头 后面这是乌龟的身体 这又是另外一个小景点 流沙瀑布 双孔雀 九曲下塔河 这只是开胃菜 还没有到正式的 这就是流沙飞铺 右侧还有一个小的 身后呢 就是温泉酒店 这也就是观光车的终点了 到了这个终点之后呢 你还可以选择继续做观光车 但是呢 要另外再花钱买票 好像是五十块钱 大概到前面七公里的地方 你也可以选择徒步 现在我们所在的是这个地方 你可以徒步的话走这条路 4.5公里到达一桥 再继续往前走的话是1.5公里 然后到达二桥 这个就是终点 这个就是大概的游览线路 下塔是蒙古语阶梯之一 这里临近天山主脉 由于地处偏僻 所以非常原生态 风景绝美堪比瑞士 下塔峡谷一直延伸到冰山脚下 下塔河由崇山峻里一泻而出 水流湍急波浪滚滚 冬年翻着乳白色的浪花 这里古代是伊犁兹阿克苏的交通驿站 如今著名的夏特古道 每年都有很多徒步探险爱好者 慕名而来 我决定徒步往前走 走到最佳拍摄点 大概要两个小时 好舒服呀 好清静啊 太美了 走在这个木栈道上 就能看到这两边好多牛 在下塔景区 我见到最多的就是牛和马 感觉比养牛场的还多 他们在这里生活非常幸福 没有人为的束缚 可以在草地悠闲密室 睡觉 晒太阳 或嬉戏打闹 来到这里 让人反哄归生 回归自然 这牛生活在这里 真的是太享受了 走过转运桥 石来运转 哇哦 风景太美了 这水好清啊 距环线徒步体验终点 还有三公里 我觉得来这边就是要感受这种大自然的感觉 游客太多的时候 可能你反而没有这么好的体验感 走累了 这边还有凳子可以坐着休息 太舒服了 9月中旬 9月中旬 草原开始变得枯黄 这时候虽然不是风景最美的季节 但我觉得却是体验感最好的时候 因为人少清静 更容易尽心感受大自然 读万卷书 行万里路 旅行 除了看风景 更多时候日旅途中自己的感受和心境 江军桥是雪山的最佳拍摄点 景区徒步道也在这里结束 继续往前走便是大草原 10公里后就是无人区 由于山里气候多变 温差大 且有野生动物出没 如果要体验深度徒步探险的朋友 一定要结伴 注意安全 因为就在几天前 一位20多岁的上海小伙 在前方涉水过河时 不幸遇难 风景虽美 生命价更高 人生只有一次 没有从来的机会 且行且珍惜